今天早上, 凌晨 叉烧是每个人的自爱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自家制叉烧 我们做的酱汁里面有什么呢 有豉油、蜜糖 和平时外面街吃有点不同 我们用了红辣椒粉去腌叉烧 我们首先将生抽、蜜糖、青檸汁、红甜椒粉、橄榄油、蒜蓉、姜蓉 和黑胡椒粉放入大碗中拌均匀 当时坊间有些食谱做叉烧 它们会加海鲜酱 今次我用一些很基本的材料 加入少许青檸汁 吊起叉烧的味道 今次用了英国入口天然治养 是没有瘦肉精的梅头来做的 记住每一面都一定要沾满叶汁 我们把它放入冰箱里 腌大约1小时后 然后拿出来放入焗炉里焗 现在我们就放入冰箱了 叉烧已经腌了1小时了 现在可以拿出来放入焗盘里 现在我们就放入焗炉的火候 用200度火 焗它大概20至25分钟 焗完后摊一摊才切碱 现在可以放入焗炉里了 好了叉烧正在烤 刚才的叶汁已经隔了渣了 现在就可以开锅煮这个酱汁了 我们就开了火 大概用中火 将这个酱汁煮至稠身为止 很多时候吃叉烧 我们都会有蜜糖汁 今次这个酱汁 就用来代替蜜糖汁了 我们就把它煮至稠身为止 好了 酱汁就煮好了 好了 先倒入碗里 下个步骤叉烧又焗好了 也都放冰了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切件上碟了 你看到这个叉烧的肥肥的分布是做得很好 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上碟了 接着我们淋一点 放入刚才我们做的煮的酱汁 加上碟了一些甜酸的甘筍条去拌食的 好了 这个自家製的叉烧就做好了 好了